极微网消息 美国管制华为出口以来 日本零部件厂商订单激增 均来自小米、OPPO和VIVO等竞争对手 GDI一位代表直言 大量订单涌入已超出工厂负荷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因担忧华盛顿扩大禁令范围 中国手机制造商9月开始囤积日本零部件 市场研究机构IDC预测 今年的疫情或导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继续下滑 其中华为产量预计下降两成 但是苹果、OPPO和小米等品牌或提高产量 瓜分华为的市场份额 TDK预计其他客户的采购量或将超过华为的下单量 甚至有制造商计划明年产量翻倍 但也有供应商警告称 这是一次特殊的一次性需求提振 华为禁令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